各位男党鄉親 大家好 我是張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11月25日的男党新聞 總統馬英九在中台灣進行這段檢討的行程 今天一天去是來跟水利的面談掛電箱 參觀到水利掛電的設備和考量 雖然說第第半點進的參考行程 但是總統馬英九在的過程當中是加進進來尋問 也許來自台北的媒體參考團行程 男党官的水利掛電箱最能救他們的電量不大 所以是在用電骨風的時段 發現到很重要的角色 像是有興趣又有個環保 可以說水利掛電箱最重要的掛電設備 那這個當時這台電廠建立的時候 已經可以供應我們前台救助的車 一個用電量 在唱丟下平均的睡眠下 總統馬英九認真來了解水利掛電的過程更好年 並不是提出疑問 總統馬英九在這裡的檢討資歷 記者就知道起時來到為地水利的面堂發電槍 在參觀河外的發電設備後 馬總統也在台電公司的安排下 來到新來聽出相關水利發電力速和效能的幹部 那麼各位所瞭解的這個日月湧泉 其實就是從五屆壩經過15公里 隧道出來換到日月坦的那個出口 那個時候的這個發電量佔台灣很重的一個比例 沒有立即修復不行 所以這個是民國34年底到35年初的一個照片 抽水的時候怎麼辦 發電的時候我們可以調節 抽水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的抽水的時候 就是在晚上底峰的時候抽水 當這個有大型機組跳機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他的火力電廠順時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我們在抽水的機組立刻跳機 所以兩邊立刻平衡系統就穩定了 所以這個電廠還有這個功能 最後總統馬英九是再度用限定媒體來強調 水利發電在未來 扮演在新電源的重要解釋 我們非常敬佩 我們有這麼一個機制 能夠在我們這個尖峰時段 出現電力不足的時候 能扮演一個救火隊的角色 我們以前不知道說 像這樣的水力發電 它的應變的速度要超過火力發電廠 這一點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它這樣的發電還是可以在關鍵時刻 用比較少的成本發揮比較大的效果 總統馬英九這兩天在中臺灣進行的 這輪檢討治理 並非提出說是比較主行 主要參觀相關的發電車和設備 不感謝到敏感的外地 也看得出來馬總統的心情是特別輕鬆 記者見面是蔡坤報道